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其實在歷史長河裏面 任何詞語的意思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 所以如果你是要講歷史的話 你要對一些詞語有一個非常高的敏感度 而其中一點就是 任何令到你覺得會有所避忌的那些詞語 在他們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故事 這些詞語不一定要是一些專有名詞 今集我們就來隨便分析幾個 讓大家明白一些詞語詞匯的變遷 大家經常說的就是 老豆的詞 老豆其實我也是這樣稱呼我爸爸 很小時候就叫我老豆叫做老豆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會叫自己的爸爸叫老豆 但是有些人是不會叫自己的爸爸做老豆 其實是因為他們覺得老豆這個詞有些低俗 甚至乎可能你覺得低俗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老豆低俗 而是因為老豆的老婆 即是老母 所以你是不敢叫自己的老豆做老豆 其實你看看歷史 老豆這個詞 它是廣東話 但這個老豆的詞一點都不操作 而相反 是相當文雅的一個詞 你看看三次經 三次經曾經說過 豆煙山有二方 教五子明巨羊 教五子明巨羊 即是說 豆煙山這個人 他有五個兒子都登科的故事 甚麼登科 即是科舉有五個兒子都加弟的意思 豆煙山就有五個兒子 五個兒子都跟他一起讀書 而跟他讀完書之後 就齊齊高中 所以一直都說豆煙山 教子有方 所以稱呼老豆這個名字 其實是相當尊敬的一個稱呼 但你要記住 老豆的這個豆 是被豆的豆 情豆初開的豆 不是荷蘭豆的豆 所以你可能是寫錯字 你平時可能是說老豆 即是荷蘭豆的豆 正確應該就是 豆鵝冤 情豆初開的豆 老豆 如果你叫你老豆做老豆的話 可能人家會以為他是岡豆 Mr.Bean 說得老豆 你很自然會想起他老婆 其實我想 凡是說廣東話的人 很多人都會對老母 這兩個字 是比較敏感 所以通常 如果有人問候你老母 你就會生氣 你一般會說 說歸說 不要說老母 這些電影裡的橋段 經常會出現 蛤? 你不可以在公堂之前 送你老母 大人 不用用到老母那麼盡 盡你老母的老母 老母 我們又看回老母的詞 老母 其實本來是一個中性詞 意思就是 連邁的母親 在三國演義裡 有一句話 宣冊 老母家小 皆在曲阿 必將被害 列子的歷命 亦有說 誤常三戰三北 鮑叔 不以我為歉 知我有老母也 老母其實是一個中性詞 但是 後來 人們會將它變成粗口 後來 變成了禁忌詞 如果你認真去分辨詞 其實是有分別的 廣東話 除了入聲之外 還有六聲 即是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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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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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无论你叫自己的妈妈叫老母 或者叫老母也好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在老母面前 加一些粗口的动词 例如 嘟你老母 其实就是一些冒犯性的语言 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有空无事 讲下历史 我们下集再见